机动室议员莲恩典在市长市政总咨询中 以自己在四月份在暖暖举办的公园野孩子活动为例 建议市政府针对六岁以上年纪大一点的儿童 可以举办类似的活动 同时以宜兰为例子 建议市政府可以找适当的地点 盖有遮雨棚的活动空间 作为孩子游乐的场地 上次我在跟市长我们在做临时会的时候 我有提到六岁的孩子 那个要做什么事情 那个可以帮我放第一张吗 大一点的孩子 直接在空地的地方就可以这样玩 我想这个是一部分 那这个是也就是我在今年四月七号 办了那个公园野孩子活动之后的回响 现在社会处也派设培的人力 来到公园带这些 礼拜二 礼拜四 礼拜三都有 带这些孩子就玩这些很简单的 也不用什么特别的大的邮据 你看就这么简单 小孩子玩疯了 大一点的孩子 那你如果像大的孩子你固定的邮据在那边 他玩一玩他就觉得腻了 但是这个有很多的变化 特别在有社会局那里 社会处有这样子的人力 我想这个可以继续延续下去 这是跟我们社会处这边也做的肯托 像这样子的这个游戏 很简单 就是有人可以带 那这些人力从哪里来 我想这次在这些带的这些的 这些孩子的家长到 可不可以再往往下放 这家长当中 他们自己就会组成一个 一个志工的团队 也慢慢也在这样组合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想 另外那个我们这基隆很需要像这样 这是罗东文化工厂 他这个的整帽 就是刚刚上面的这个文化 只要多雨 下一天有屋顶 然后可以让孩子在那边跑 这是一个 然后再下一张也就这个 他们从上面俯瞰下去 这个罗东文化工厂 他们做的这个是给我们参考 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样貌 再来其实 其实有一个 这个就是那个市长 你当初在做立委的时候 帮我们那个四号公园 争取的一个风雨操场 那其实真的是很需要 这样子的地方 一个遮雨的 然后现在目前因为 里面是有篮球场 所以有时候打起篮球来 其他孩子都靠不进来 如果是多工多功能的 刚刚像那个文化工厂这样 更大 我想有就有更好的 这个小孩子 大一点的孩子 可以去那边玩 这是给市长这个 做的建议 联恩典认为 以办得相当成功的 公园野孩子活动为例 不需要特别购买或设置 自制化的儿童游具 只要有适当的游戏场地 就可以结合传统和创意 带给儿童好的游戏活动和氛围 也能增进亲子感情 记者吴俊松 吉隆报导 打起篮球